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 武汉 武汉这个地方呢 它是位于中国的中部 它是一个交通枢纽 它到北京 到上海 到西安 到深圳 都是同样的距离 而且它的交通四通发达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来到武汉的话 就可以很容易的 去到中国的各个城市 去旅游 去访问 去学习 所以呢 会感到非常的方便 而且武汉也有直飞 各个国家首都的直飞的航班 我们来再看看武汉大学 我们武汉大学 成立于1893年 在1928年 我们的名字定为 国立武汉大学 而且它是一个教育部直属的中国新大学 门内非常齐全 我们有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 理学 工学 信息科学和医学 六大学部 我们有34个学院 现在呢 我们的全校的本科生呢 有将近三万人 硕士研究生呢 有将近两万人 博士生七千多人 另外呢 我们还有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那个国际学生 一共有三千多人 所以呢 你们来到学校之后 会感到非常的有国际氛围 我刚才说了 武汉大学是一个 门科 学科非常齐全的中科新大学 我们的本科专业有100多个 硕士专业呢 有300多个 博士专业有200多个 所以你在这里 可以找到任何你想学习的学科 另外我们还有百万级的图书馆的长书 我们还有三所甲等附属医院 所以呢 如果你学习医学的话 可以找到非常合适的临床的医院来实习 同时我们还有38个独立的研究中心 是非常方便 是一所研究性大学 非常方便你在学习完了之后 能够进入各个你想要的研究中心 来进一步深造 同时我们还有9个国家资助的研究院所 这一幅呢 是我们武汉大学的风景 大家刚才在video里面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大学 所以这里的人文气氛非常的浓厚 你们来到校园之后 可以在春夏秋冬享受最美丽的风景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国际学生教育 我们所有的学科门内都对国际学生开放 一共有200多个学科 国际学生都可以自由的选择 同时更关键的是我们还有30多个英文授课的项目 所以如果你的母语是英语 或者你的英语水平达到我们的入学要求 你可以报名申请参加我们的英文授课项目的学习 英文授课项目比如说在本科阶段就包含了所有的经济类学科 管理类学科 计算机类信息学科 还有医学学科都是可以选择的 那在硕士阶段那就更多了 所以基本上能够满足所有学生的要求 我们还有很多的热门专业 也是受到全世界的国际学生欢迎的专业 最受欢迎就是有经济学科 管理学科 计算机学科 还有哲学历史 新闻 行政管理 从目水利 电信等等等等 我们国际教育学院有自己的汉语学汉语 汉语言的教学 就是所有的学生如果汉语不够 汉语程度没有达到入学要求的话 可以在国际教育学院先学习语言 我们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 但是他们母语不是中文 所以他们先在我们学校进行汉语的学习 一般如果是一点汉语都不会的话 在我们这儿学习一年左右 就可以达到HSK三级或者四级的水平 如果他能够通过四级呢 他可以进入我们学校理科专业的学习 如果能够达到五级呢 就可以进入我们学校文科专业的学习 所以对学生来说 这个学习时间是非常珍贵的 而且我们有很多来自东东亚的学生 都能够顺利达到HK的考试 考试级别 顺利进入专业的学习 而且我们的课程非常紧凑和丰富 我们一个星期大概有 20到25个课时的汉语学习时间 这样子能够保证大家有充分的时间 能够掌握汉语知识 同时呢我们还有汉语员的本科专业 就是如果你想取得这个汉语员的本科专业 是非常能够受到很多公司 受到很多国际公司的欢迎的 我们现在的汉语员本科 每年都有300多人 300个国际学生在里面学习 但是如果你在申请之前呢 达到HK4级的话 可以直接插班到二年级开始学习 意思就是说呢 你可以只需要花三年的时间 拿到一个本科学位 同时呢我们还有汉语员国际教育域的硕士项目 这个硕士项目呢 专门是培养汉语国际教师 就是你如果拿到这个学位之后呢 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国家来向当地的学生教授汉语言 这样子对学生的就业也是非常好的 下面谈到一个重点的问题 就是关于奖学金的申请 我们武汉大学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承办高校 我们承办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有高校研究生 丝绸之路 还有中非友谊等等类别的奖学金项目 所以呢 如果你足够优秀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通过查询我们的申请信息来申请 我们还有一个奖学金叫孔子学院奖学金 这个奖学金更是提供给那个汉语非常好的学生 一般汉语言如果达到三级或者四级 你可以申请到武汉大学来进修 如果你的汉语言达到了五级 你可以申请来读武汉大学的学位学历项目 所以对大家是非常好的哟 可以大家看完我们的视频之后 到我们网站上查取更多的信息 这里是我们的报名信息 如果你是申请奖学金 那么请你在三月份之前就向我们学校提出申请 如果你是智费学习 那么你六月份之前就需要向我校提出申请 如果你是学习汉语或者是进修其他的专业 那么我们是全年开放的 任何时间你如果有这个学习的需求 你都可以向我们提出 然后这是我们的网址 还有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工作时间 你可以致电来问我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说 请找吴老师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有见过 OK 这样子就可以跟我对话了 以上的心情是否给你有所帮助呢 哇 介绍的信息量好大 谢谢吴主任 那么呢 我想问一个问题 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学生 他读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学 在当地称为读中 这样的学生他整个高中阶段的授课 是用汉语进行 他们申请我们的本科 是否还需要考HSK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在招生咨询的时候 也有学生问过这个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董总组织的这个读中的考试呢 是被中国教育部直接认可的 你们的在读中的成绩 和毕业的成绩单 毕业证书 也是被武汉大学认可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读中了学生 并且顺利的通过了毕业考试 你可以直接拿你的毕业考试成绩 来申请武汉大学 你不需要再另外去报考 HSK取得成绩了 那实在是太好了 谢谢吴老师 那么现在有兴趣的同学们 也可以赶紧拿起手机 记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也可以跟我们这次热情的主办方 取得联系 然后呢 我们就在武汉大学等你哦 谢谢我们的吴主任 感谢 谢谢 谢谢莫老师 好 吴老师再见 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一位呢 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他所属的专业是各位马来西亚的学生 根据我们的经验观察 你们一定非常的喜欢 而且是当今世界的前沿专业 那是什么呢 你们猜到了没有 那就是计算机科学 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 请到了一位重量级嘉宾 那就是我们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院长 刘树波教授 刘教授你好 欢迎你来 感谢你百忙之中 充充时间来出席我们这个宣讲会 好 主持人好 同学们 家长们 大家好 我就用一点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科 关于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内容 好 我们现在开始 现在的社会呢 都是智能社会 大家知道 这个计算机移动网络 在我们的生活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随便在中国的大地上 如果拿着一部手机 你可以进行任何的活动 那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使我们计算机呢 成为一个全球化的 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在十八世纪末呢 我们开始了机械化 在二十世纪初呢 我们进行了自动化 在七十年代 我们开始了信息化 当今呢 我们人类社会 进入了智能化的阶段 那么智能化阶段呢 它是以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为代表 我们的 从七十年代的 computing加X 向现在的AI加X发展 人工智能 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核心技术 那么下面我就介绍一下 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基本情况 关于我们的招生 我们的专业 我们课程设置 那么在六十多年前 武汉大学就成立了计算技术专业 到现在呢 发展成为计算机学院 那么计算机学院 目前从传统的软件工程 多媒体 数据库 高性能计算 计算机网络 拓展到人工智能 大数据 软件服务方向 所以现在的学科 是适应社会发展大潮的 我目前有三个本科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 软件工程 人工智能 有十一个硕士专业 有八个博士培养专业 所以武汉大学的计算机学科呢 形成了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的 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在人才培养条件方面 我们有国家一流的本科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 国家特色专业 计算机科学技术 和软件工程 国家拔金人才培养计划 和国家卓越工程师计划 以及国家级的实验中心 那么在学科评估方面 武汉大学的计算机学科呢 在中国是处在领先地位的 我们在前边的学科评估 第四轮 计算机科学技术处在A- 软件工程处在A的行列 所以它是处在中国计算机领域的 领先地位 在国际上 一个重要指标 叫ESI排名 我们的ESI排名呢 在2020年的11月 已经进入了千分之1.05 可能预计很快就会进入到千分之1的行列 那就意味着 这个学科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 那么在三个专业 我们对人才方面的培养 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的 也就是说要把我们计算机方面的人才 培养成具有前瞻性的 高层次的领军人才 我们在课程设置方面 有大类的平台课 包括计算机的一些基础课程 那么在各个专业方向上 我们都有相应的课程 我就不一一地讲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是我们的新专业 人工智能专业 是适合社会强烈需求的一个专业 它开设的课程呢 有人工智能方向的算法类课程 还有像机器学习 这个模式识别 智能计算等等 大家都知道 人工智能专业 这个开设在中国呢 是从19年开始设立的 那么我们呢 从2020年开始招生 这是由于 社会对人工智能方向的人才 有巨大的需求 一个是产业的飞速发展 那么这个产业呢 都是万亿级美元 这样的产业规模 但另外一个呢 AI人才的紧缺 原来我们在AI上 人才呢 都是从计算机科学技术 软件工程专业 转行到AI行业了 但是呢 在这个AI的专业领域方面 有一些欠缺 假如说像课程的设置方面 所以我们及时进行调整 增设了人工智能专业 那么在中国 人工智能的企业 也是蓬勃发展 就是说 在人工智能方面 从事专业级的 这样的公司呢 有四千多家 在AI领域里面 跟AI相关的 有上万家 所以人才的需求 它是直线上升的 这个复合增长率 大约是百分之两百左右 那预计到了2022年 中国人 人工智能方向 人才需求将近六百万 但是目前人才的存量 也仅有五十万左右 所以供需比 差别非常大 供需比呢 仅仅是零点四 那么武汉大学 开设人工智能方向的 人才培养 有什么特色呢 大家都知道 武汉大学 是一座 具有一百多年 历史的名校 那么它的 文化底蕴 非常深刻 像 人文社科 自然科学 等方面 这个很强 那么另外呢 在博雅教育方面 学校 也大力的 提倡 这有利于 我们人工智能 人才的 广泛的 学科交叉 另外呢 我们的人才 培养理念 是比较超前的 以成人教育 统领 成才教育 就是说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 最终 是要对社会 对人类 做出贡献 有益于 人类发展的 这样的人才 对在 后基础 跨学科 鼓励 创新 冒奸 等这些方面呢 我们武汉大学 是走在 中国的前列 那么 在人才培养方面的 优势是什么呢 武汉大学 是中国的 双一流建设 高水平大学 是吧 有很 人有很好的 科研平台 那么 科研实力呢 也是非常的强 在计算机学院 我们有 180多位老师 这180多位老师呢 都是一批 年富力强的 这样的 中青年教师 整个结构 是非常适合 计算机 学科发展的 另外 武汉大学 在交叉学科方面 也是 出类拔萃 像我们的 测绘摇杆 学科 是世界第一的 那么 网络安全 电子信息 信息管理 经济管理 等等 法律 这些方面 都非常 详细 科研平台的实力 也是 很雄厚的 有很多国家级的 科研平台 另外 我们人才培养的 理念 在计算机学院 我们创建了 五位一体的 这个实习 实训的基地 从 CPU的设计 到操作系统 到编译器 到数据库 最后到应用系统 成为一个 完整的体系 这是我们 一些 育人环境 那么另外呢 我们和企业之间 是深度融合的 与 很多著名的企业 像华为 小米 阿里 等等 这些企业 都共建了 联合实验室 或研发中心 或者是 创新中心 为我们 人才培养 奠定了 很好的基础 那么 学生的就业前景 非常广阔 那么大约 是这样 几类 大型的 IT公司 是吧 我们是华为的 重要的 员工 基地 也就是说 我们毕业的学生 在华为 是 占的百分比 很大 另外呢 在金融机构 在一些其他的 通讯 电力 更多的学生 大约有 百分之六十左右 学生呢 会 继续深造 做是 博士 啊 那么到一些 科研院所 国内外院校 啊 我们也有 非常培养了 非常多 杰出的校友 大家 家喻户晓的 啊 大家都知道的 像我们 小米公司的 雷军 他是91年 从计算机 科学专业 毕业 那么另外 有一些 在学界 很有名的 假如说 像年轻的 科学家 彭建 周霞 这两位呢 是获得了 美国 斯隆奖 那还有一些 在 创新 创业 方面 做出 很大贡献的 像 我们滴滴出行的 张博 博士 最后呢 希望大家 来到武汉大学 来最美大学 接受最好教育 成就美好人生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感谢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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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呢 因为您作为 计算机学院的院长 曾经组持过 很多 非常大的 国家项目 也参与过 很多大型的 国际合作 同时 你们专业 也是武汉大学 最吸引 国际学生的 学院之一 是的 刚才您在讲的时候呢 就有一位 留学生 敲门 一定要进来 问你一个问题 您给我给三分钟 可以吗 欢迎啊 谢谢 这是我们的国际学生 陈诗盈 你好 陈诗盈 你有什么问题吗 院长好 老师好 我是 来自巴拉玛的 留学生 现在也就读于 国际 经济与管理学院的 会计专业 那么我想问一下院长 我听说 小米集团的总裁 雷军先生 也是贵院的 校友之一 对吗 是的 雷军呢 在九一年 从武汉大学 毕业以后 就到了金山公司 那么成就了我们 金山的办公系统 后来创建了小米公司 那小米公司 是一个 目前家喻户晓的公司 同时 我们雷军校友呢 对武汉大学 也是非常有感情 在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大家都知道 他捐了大笔的资金 用来修建我们学校的科技大楼 雷军校友 这个有很强的家国情怀 我们整个学院 整个学校 都是非常感谢 我们这位校友的 那么如果留学生 参加在这个专业里面 毕业之后 可以在相对应的工作单位 或者项目 来到优先的工作机会呢 这是当然可以的 刚才说了小米公司 小米公司呢 他也是我们毕业生的 最受欢迎的企业之一 前几天 他在我们学院 还专门 举行了专场招聘会 专门对着留学生的 这个其他的留学生 有很多也在国内的一些 大型的企业 像腾讯呢 像华为啊 我们的大批的印度留学生 都在华为公司工作 或者是实习 所以中国的很多企业 特别是这些高科技企业 他是非常欢迎 这些高层次人才的 他不论是国内的学生 或者是国际的学生 都是很受欢迎的 好的 谢谢院长 这就是我以上的两个问题 哦 好的 感谢刘院长给我们精彩的演讲 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邀请你的朋友来赶紧了解 我们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 相关的报名以及课程信息吧 谢谢 好的 谢谢刘院长 好的 欢迎大家 下面呢 我们还有一位重磅嘉宾 大家仔细做好了 他的专业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 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那位国际学生 就是来自这个专业 那就是我们武汉大学赫赫有名的 经济管理学院 好了 你们是不是很感兴趣呢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 他们的院长助理刘成教授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就业 以及学科特色情况 好了 大家竖起耳朵 仔细听仔细看 欢迎刘成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流程 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相关情况 请看PPT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相关情况 然后呢我再介绍一下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武大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的校园是非常漂亮的 经济与管理学院所住的环境是非常漂亮的 我们的大楼也是非常漂亮的 首先先让漂亮来吸引你们来 颜值很重要 好说完颜值以后呢 我们当然是要给出我们的硬实力 我们的硬实力有哪些呢 首先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老师很厉害 老师我们总共有288个老师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学院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院 我们的很大学科很全 我们不但是老师多但实力也很强 很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有288个老师 那拥有海外博士学会的至少有50人 我们有完全的准确的统计 但是呢我们有斯坦福 伯克利 约翰霍普金斯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 比如我就是从新加坡国立大学 统计于概率应用统计系毕业的 还有我们很多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很多很多老师 然后呢我们有享誉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呢 至少有30人 这里的30人是指我们是有一些国家级的称号的 也就是说在全中国都是想当当的人物的 这个我们是有30人的 至少有30人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 这个海外教育 我们有海外经历的老师呢 会跟你们拓展海外的这个视野 我们的国内的这个著名的学者 他可以让你们更加了解中国的现状 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的硬势力就是老师队伍强 那我们的学科门力也很全 而我们有理论经济学 应用经济学 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有哪些项目 这些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首先是我们的王牌项目 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 这个呢是我们全五大每年 这个本科招生当中分数最高的专业 就是在这个专业 所以你觉得五大 这个分数最高的 你可以说最牛的 就是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 我本人也是这个实验班的一个教师 那另外呢 我们的本科还有经济学类 有经济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等学科 工商管理呢 就是你们感兴趣呢 我们基本上都有 所以还有 这是本科项目 我们的硕士项目 有四个一级学科 就是我们在中国 我们一般说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就是我刚才上面所提到的 这四个一级学科 那四个一级学科下面 我们有二级学科 我们有25个学术硕士点 所以你们如果想来读硕士 我们也有很多选择 我们有 比如我 这个是学术硕士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 像是 Teaching Program 所以我们有些工商管理的硕士 高级工商管理的硕士 还有一些其他的学科 然后博士项目 我们也有一些 我们四个一级学科下面 都有22个博士点 所以我们的 首先 我们的另外一个硬实例就是 我们的学科很全面 大家想学什么 我们就 只要是经济与管理相关的 我们都可以提供 这样的项目给大家选择 所以大家放心 我们的教师质量友好 学科门利多 所以错不了 我重点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的国际项目 我们国际项目呢 我们有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和国际商务硕士 以及本科国际班 以及一些国际交流的项目 我重点要介绍 就是国际商务硕士 和本科国际班 那这两个项目呢 我们是为外国留学生 量身定做的 所以大家记住 关键词 关键词 量身定做 量身定做 所以我们所做的 就是国际商务硕士 那我们所培养 我们的这个专业的 三个特点就是 专业性 综合性 和开放性 那所谓专业性呢 我们突出的就是 希望大家能够 在全球视野下 从事商务活动 所以呢 我们是培养了人才 是希望能够在国际上面 能够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能够拿到一个 很好的工作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 国际的事业 我们强调理论与实际工作 尤其是软技能相平衡 那我们的综合性呢 就是我们的 国际商务硕士 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呢 是有宽厚的知识面 我们会学习 多门多学科的课程 开放性 我们指的是 针对这些国际商务环节呢 我们设置了 就是 迫切现实需要的 一些独特的方向 我们也会设置 比如国际投资促进 国际会展 国际贸易争端等等 所以记住 大家记住关键词 量身定做 OK 好 那么下面 我再介绍本科国际班 那本科国际班呢 我们说本科行业 本科专业 那我们就一定要是重基础 另外一个呢 就是知识面广 所以在 对于本科国际班呢 我们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掌握 很牢靠的掌控 掌握 经济学 管理学的理论知识 重基础 然后呢 我们还希望大家能够 很 参与到 跟企业之间的交流 所以在本科国际班呢 我们也会有一些 很多跟企业交流的机会 那我设定要提醒大家一点 这个本科国际班 武汉大学是以本科教学 在全中国来说 是本科教学是遥遥领先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来了我们的国际班 本科班 那我们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我们的考核是有课堂考勤 和课堂作业和课堂讨论 所以呢 我们真的是学到东西 而且知识面广 而且你可以学到中国经济发展 相关的知识 另外一个就是一些其他的 国际交流呢 这是短期交流项目 所以我就不做介绍了 好 我现在重点强调一下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选择 武大经管 第一 为什么要选择中国 因为中国现在是 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那我们知道 有排名显示 中国在全世界安全指数中 排名第三 仅次于新加坡 我们知道新加坡 你半夜在大陆上跑步 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单独的一个女生 晚上一点钟 在路上跑步 是没有问题的 我曾经就有师妹 经常晚上一点钟 出去跑步 但是在中国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在大城市 比如在武汉这样城市 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各位选择出国留学 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因为这样家长放心 你们也放心 那第二个呢 为什么选择中国呢 我们的GDP 现在全球第二 世界500强企业 已经超过了美国 所以我们现在 你们可以来看一下 中国现在的大城市 比美国那些大城市都要好 甚至有像我们的上海和北京 可能跟新加坡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大家在马来西亚 可能经常去新加坡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选择中国 安全一定要考虑 那为什么要选择武大呢 武大我们有120多年的历史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QS排名 我们现在是246名 那大家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可能在排名第六位 因为你们的第五位还是第六位 你们在我们之前可能是 这个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马来西亚217名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武汉大学的 这个江湖地位也是很高的 下面为什么要选择金管 选择武大以后 你为什么要选择金管呢 因为金管我们培养的学生 不仅仅是希望他有一个吃饭的本领 我们希望的是大家金氏即明 你学到知识是为国为民 所以我们的杰出的校友 包括陈东生 艳志 爱陆生 爱陆明 现在在这次武汉抗议的过程中 他们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对 另外一个 我们五大金管 我想是唯一一个有专门的办公室 来负责留学生事务的 所以大家来了以后 你们是有专人服务的 只要有什么需求 我们都会有专人为你负责的 好 重点来了 大家出国留学 拿学位 一定要是 International License 国际认证商业院 那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我们通过了Equase MBA的认证 也说 那这个Equase 就是欧洲 欧洲质量认证体系 也就是国际上最全文的认证体系 也说你在这个商学院毕业了 那全球的商学院都会认你的 全球的企业都会认你的 然后我们的MBA 也是全球商学院MBA认证的 所以你拿到MBA学位 大家也是认的 所以重点 国际认证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License 就像你骑车以后 International Driving License 你是可以从中国开到马来西亚的 从马来西亚开车到中国来的 对不对 好 另外一个重点强调就是 你们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据我统计 那来 尽管让留学的学生呢 有30%到50% 是可以留在中国 或者前往更加发达的国家 去共同硕士和博士的 所以你们第一个方向就是 继续深造 我们是非常欢迎你们继续留在中国读硕士和读博士的 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留在中国工作 或者返回来源国工作 比如你们返回马来西亚工作 你们有International License 是可以回去工作的 所以留在中国工作 我们有全世界500强的企业 是很欢迎你们这些国际的学生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武汉大学 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好 这就是我所有的内容 所以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武汉大学 来到经济与管理学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